台东县政府为了做好防疫工作 特别在台九县及台十一县 境内的南北两端设置蓝检店 防疫人员配合警方共同执行 绝不放过任何可疑车辆进入台东 一辆装着空笼子的货车 经过了台九县关山路段 关山警分局的人员配合防疫人员 特别展开了蓝检的作业 并且告知司机 目前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其内是近载近应的措施 对此货车司机也表示知道 全力的配合 而另外一方面 台东县政府也派出了消毒车辆 在擒场以及候鸟可能停下的地区 进行消毒的措施 希望能够减少擒流感传破的可能性 县府是再次的强调 防疫工作不能有一点的闪失 尤其是在临线有疫情传出之际 唯有大家通力合作 才能将防疫网做好 记者刘明胜 观山镇报道